有的日子没动静的大刘夫妇最近双喜临门 刘鸾雄2019年在广州投资7亿 以刘鸾雄慈善基金名义 圈建的医学综合楼刘鸾雄楼 顺利迎来了封顶大吉 甘比独立操盘 在英国核心商圈 豪至35亿盖的伦敦商业大楼 也跟着破土动工 眼睛的网友不难看出门道 这一家支主已妥妥换了位置 退居二线的大楼全面放手 把家业交给老婆大力 大病出狱的他自个儿 除了适时客串下幕后军师 则专注慈善事业 媒体出身的甘比 还专门通过华人置业 发了通稿给香港媒体 名义上表达为纪念集团成立100周年 进行海外投资的喜悦之情 实际上还想强调两个重要信息 一来大楼已经向他交出全部身家 不仅是手里的公司和股票 还有价值可观的全数藏品 二来作为大楼事业接班人和财富继承人 他并非名不副实 而是配得上 这几年华人置业 在不少万人眼中 每况愈下 日渐示威 接任一把手的他 不仅能稳住行业地位 还要逆风飞扬 这次投建的英国项目 对外公布的回报收益 建成后 预计每年租金收入将达到3.5到4.4亿 甘比还计划在那里打造出 全球首个刘兰雄艺术厅 用于展示夫妻俩的私人藏品 但这些大手笔的投资访谈登报动作 并没有带来多大关注度 反倒是刘兰雄的女儿刘秀莹 随手发的一条动态火了 刘秀莹是刘兰雄和前女友 屡历军生的大女儿 下个月即将迎来20岁生日 最近她在社交平台晒照 庆祝自己拿到国际芭蕾比赛金奖 小姑娘还兴奋地开通了内地账号 以音乐家和芭蕾舞者身份亮相 频繁更新练舞 弹琴等相关主题动态 认真与网友互动 这张弹着吉他的头像 文艺泛十足 这些练功照则展现了良好的仪表 身材和自信 在一番过往才发现 原来音乐和舞蹈 只不过是她的诸多专长之一 刘秀莹从四岁开始 就接触溜冰滑雪 篮球基建等各种运动项目 去年还在国际大赛上 一口气拿到了剑术五步拳 长拳和南拳四美金牌 猛得不得了 她还出过两张唱片 多次参加公益演出 歌声被网友盛赞 很柔和悦耳 更厉害的是 刘秀莹看起来很像天赋型选手 拿芭蕾来说 半路出嫁的她15岁才正式学习 而后只不过苦练了两年 就拿到了英国皇家舞蹈学院颁发的证书 刘秀莹如今的优秀 让人意想不到 也不难看出她的名媛培养路线 但人们多多少少也会想到另一个层面 八年前攻斗失败 被扫地出门的吕立军 莫非是要靠鸡娃孩子重新扳回一局 其实不仅仅是卷孩子比高低 她自己也活得挺用力 今年6月11号 她分享了一段雨中奔跑的视频 下面写道 下雨的时候跟着她跑 当汗水和雨水混合在一起时 你会感到有力量 知道你可以经受住任何事情 而这只是她和大刘分手后 生活状态的一个缩影 在她的个人社交账号 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与过去不同的吕立军 曾经在大刘的控诉下 她是钱比生命看得还重要 脸皮厚过恐龙皮的蛇蝎女人 如今在路人的眼里 她是脱下奢华皮草 回归自然的运动达人 人过中年 有钱有闲有自由 儿女双全乖巧又成才 简直人生大赢家 人设反差大 成吹了气的皮球 分分钟担心她会爆炸 去年吕立军还分享了不少 她与健身教练合体 在各种场合做高难度瑜伽的照片 由于动作过于亲密 不少人怀疑 两人是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猜测越多 关注度越大 她越不回应 但该发的照片一个也没少 无论是和女儿一起跳芭蕾 还是游艇 厨房这种明显有摆拍痕迹的瑜伽图 更像某一种秀 有网友评价 吕立军拍的照片都好刻意 仿佛每一个动作都经过精心设计 虽然人在经历重大事件后 可能会发生性格生活方式的改变 但万变不离其宗 那个要强的内心并没有停止跳动 看起来的云淡风轻 实则真有点用力过猛 真要是不稀罕不在乎 不想被关注 大约会更低调 而女儿刘秀莹的坚强乐观的励志形象 也让人心疼 今年8月1号 小姑娘在社交网上分享的一组舞蹈照 配文也写道 天上没有我们够不到的星星 这几年 媒体对刘秀莹鲜少的关注 集中在她和大刘的关系状态上 曾经出生时 父母感情正浓 她是掌上明珠 出手扩车的大刘 动辄送她上一豪宅和1.5亿的豪华游艇 还在拍卖会上花过2.54亿拍了颗9.75克拉的梨形蓝钻 The Zoe Diamond 以及10.1克拉红宝石及钻石胸针Zoe Red给女儿 但这一切宠爱在父母2014年分手后戛然而止 2016年 刘兰雄还特地登报发表声明 澄清已经给吕立军和两个孩子共计20亿 人质易尽再无瓜葛 之后刘兰雄曾经在新闻中哭诉 三个女人生出来的孩子都不同 有些是来还债的 有些是来讨债的 吕立军曾教孩子仇视自己 刘秀莹即便看到自己也不会教爸爸 让她感觉非常心寒 她不仅没参加刘秀莹的18岁成人礼 至今和女儿关系也未得到改善 有报道称 早在2015年 刘兰雄就已经将吕立军及刘秀莹刘子峰的名字 从个人设立的家族信托基金上除名 2018年 刘兰雄着手分财产 吕立军子女也分毫未得 媒体翻查刘秀莹名下持有的物业产业记录 发现刘秀莹至今名下空无一物 就连大刘当年想赠予的白家道31号 地独立屋也不在刘雪莹的名下 而吕立军和两个子女如今住的扎垫山白剑石道 12号奢华大宅也只不过拥有居住权 房子的持有者则是甘比 其实和大刘在起时 吕立军收到过不少物业 但按大刘的说法 他的名下之所以没有私人物业 是因为他拿到作为礼物的房产后 都立马去掏了线 虽然是个很小的细节 但不难看出 吕立军挺缺安全感 什么都不如现金来得踏实 这两年吕立军一度被港媒爆料 炒债券赔光了套现得来的20亿分手费 真相却扑朔迷离 一方面在2017年 他就以新改的吕佩玲之名 跟沃尔玛集团的前任董事长 罗伯沃尔顿一起推出了 吕沃尔顿地球创新研究基金计划 不惜代价 砸钱给孩子各种贵族培养 刘选宁念书的学校 还有李泽聚子女 徐子齐及李嘉诚子女 金氏豪门 甚至连女儿参加的比赛 她都要赞助一下 另一边 她的佛系育儿经也让人意外 她曾跟刘选宁发文写道 Gates说到她死后20年基金会 会花完所有的钱 跟着妈妈走这条路 可能你所拥有的物质都会归零 但你所拨的种 开的花 帮助过的人 会留给你最有意义的回报 善是我的最佳投资 难道真的是彻底看破红尘后的顿悟 把孩子按照贵族模式培养 留得一身盖世本领 而非躺平坑劳 吕丽君想以盖茨为榜样 或许她早就摸牌过 盖茨的老妈本人就是 出生名门的鸡血妈妈 虽然盖茨从小就没有任何运动天赋 但父母还是给她所有兴趣班来历一遍 游泳 足球 橄榄球 什么热门 什么来 而最著名的鸡血妈妈 伊万卡 每天早晨5点半就起来鸡娃 家里三个孩子 不仅从小学钢琴 打盖尔夫 练滑雪 还要请练中文 贝索斯和前妻 在接受Vogue杂志采访时 也透露过 自家孩子会参加许多俱乐部 还有新加坡教学 但另一方面可能忽略的是 含着金汤勺长大的盖茨老妈 玛丽盖茨本身就很牛 哈森担任华盛顿大学董事 银行董事 国际联合券木协会主席 是第一周际银行公司的 首名女性高管 不仅美丽智慧 还非常铁腕 伊万卡就不用说了 毕业于普林斯顿的麦肯奇 也是相当厉害的小说家 至今仍然笔根不错 能把刘秀莹培养得这么优秀 其实吕立军本人也不差 她自己就是英国伦敦大学 国王学院化学工程博士毕业 一句话 他们都有自己的立身之本 下面来说 甘比倒显得低调务实许多 结合自身现状 她或许给出了另一种 值得思考的佛系育儿示范模式 我只管先把自己建设好成就好 因为自己好了 才能给孩子示范 而不是迫不得已时为他们兜底 按说她的家庭出身更不好 但恰恰没有体现出 丝毫安全感的缺失 虽然手里没有套现的股份和房产 但她一步一步 她是勤恳地跟大流学生意 加上早年出道 机灵聪明 搭上大流顺风车 乳京显然不是要做白手起家的 创业能手 而是真正守住家业的继承者们 她的两个孩子 真实情况不知道如何 但无论八卦小抱还是日常朋友圈 你很少看到卷娃秀娃的日常 倒多是亲情教养体现为主 说到底 无论是甘比还是吕立军 到最终想实现真正的独立 只有从打婚姻工的女性 变成自己人生的boss 想想看 说着好听的单身富婆快乐似神仙 谁又不知道 花钱容易挣钱难 上前生前更需要好运气和持续的努力 会挣钱能把钱生前 钱守住 还过得身心富足 对每一位怀抱理想不甘于围着孩子转的女性 大概都是挑战 也是愿望 围住大家 得偿所愿 付出的都有回答 好 好 好